日前美国白宫公布总统拜登任内第一份区域战略报告 印太地区战略报告 宣称将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 该报告还提到涉台内容 再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学者解读认为 拜登政府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 而台东势力则妄想趁机报警美国大腿 但事实上以武谋独绝不可能得逞 在这份印太地区战略报告中指出 美国将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的印太地区所有角落 以加强所谓美国的地位和承诺 拜登政府将在未来12到24个月内展开10项核心工作 包括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地位 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 扩大在太平洋诸岛的影响力 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 兑现对四方安全对话承诺等 而在谈到强化所谓印太安全时 该报告宣称 美国将和区域内外伙伴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包括支持所谓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以确保台湾能所谓依循其意志与最大利益 和平决定未来的环境等 事实上 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6月1号 也曾发布印太战略报告 是美国首次以国防部名义 推出印太战略系统论述 针对这两份报告 军事评论员刘晓飞认为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 没有太大差别 但在涉台议题上 本次报告也显示出 美国准备一边打太极 一边加大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力度 一方面他要持续地维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 第一方面他们多次公开表示不会支持台独 但是又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文件表态宣称要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 甚至是要提供更多的帮助 来反对所谓的单方面改变现状 因此这个模糊战略呢 态度上是保持了模糊 但行动上仍然是相对的比较清晰 而报告中的涉台表述 也再次刺激了台湾亲绿媒体的神经 多家绿媒大肆炒作此事 认为报警美国大腿有机可乘 对此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指出 绿媒此举说明民进党当局缺乏自信 需要靠美国壮胆 但归根结底 以武谋独是行不通的 美国不可能为台湾 为台独来打仗 就跟阿富汗一样 民进党当局或者说 岛内台独分子以为美国会台独卖力 这个一厢经验的这个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白宫新出的这份印太战略报告 又让岛内的台独分子感激涕零 但是向来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美国 真的会如岛内绿媒所说的那样援护台湾吗 相关的内容呢 请樊伟带来梳理 好的 张慧 事实啊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 美国这份战略报告显得十分的别角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可谓是忙得焦头烂额 不仅要向北约以及乌克兰等一众盟友给出交代 又不能触怒俄罗斯 从而导致局面恶化 白宫呢也自知 想要维持这样的平衡已经十分艰难 因而才拿出了一套印太战略补充板 想要借着这一份 一众太平洋国家的力量充实自己 同时呢通过台湾问题牵制中国 从而艰难地维持所谓的战略平衡 美国挺台呢是喊得震天响 导致侵律势力信以为真了 但是千万别太天真 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负责草拟印太战略的 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 麦克马斯赫 日前接受台媒专访时呢 就直接说 美国保持是否会为台湾出手的 不确定性非常重要 美国嘴上说着 要和盟友保卫台湾海峡 实际上不过是拉着盟国 当炮灰而已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紧张 美国已经自顾不暇 又担心中国会借此机会 采取行动 于是便发布这样一个文件 安抚台独分子 但不管美国采取任何行动 两岸统一是势不可挡的 民进党当局以及一众台独分子 还是趁早放弃那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好 我EEE